使用的手机万能充电器 却给他们带来了终身的不幸 大量的金属义物 埋着肌肉的深部 我们无法取出 这种可能是患者的终身解态 我这个手是什么状况呢 这个功能都已经丧失了 身体受损 使用者能否获得应有赔偿 今日说法为您播出 获取万能充 大家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李显东教授 李教授您好 现在这个手机用的越来越普遍了 而且围绕着手机各种各样的这种配套产品 也是五花八门 但是这些配套产品用的好的话 确实可以增强手机的功能 而且让你的手机用的更方便 但是用的不好也会带来问题 你比如说现在市场上有一种手机充电器 叫万能充的东西 如果您选择的这个万能充不对的话 很有可能会给您的生活带来危险 病床上的这个人叫杨瑞青 今年63岁 是吉林省辽园市的一名退休工人 记者采访时他已经住院23天了 用手机充电器 在给手机电池充电的过程中 瞬间发生爆炸 造成一个手机严重的爆炸上 据了解 发生爆炸的那个手机充电器就是这种 它个头不大 由于能给各种型号的手机电池充电 因此有了一个大众化的名字叫万能充 那这个小小的万能充怎么会发生爆炸呢 一接触啪就响 就炸了 就炸了 炸完当时是 炸完当时有血就流出来了 老杨回忆说 2008年11月12号早上 他发现手机没电了 就用万能充来充电 结果刚把万能充插上就爆炸了 当时他的右手被炸伤 老杨赶紧去了医院 通过手术 主治医生从老杨的右手里面 取出了60多个小碎片 但仍然有一部分金属异物 和小的塑料碎片无法取出 就从S光片上 我们可以看到 大量的金属异物 和一些那个电子一些碎片残留 这种这种的埋于肌肉的深部 我们无法取出 这种可能是患者的终身鞋弹 在天气变化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隐隐作痛 现在我这个手是什么状况呢 这个功能都已经丧失了 动不了 动不了 就是现在你摸哪个手指 都是像木头似的 虽然还有一些残存的小碎片 无法取出 但老杨还算是幸运的 因为他这只受伤的右手 总算是保住了 在我来之后 我是12号 13号隔一天 14号 一个女孩 她现在在这个医院 烧上车住院 脸和手崩坏了 都是万能冲 在这家医院 记者见到了老杨说的 那个小女孩 她除了双手被万能冲 炸伤之外 面部也毁容了 看到这一幕 我们不忍心再打扰她 记者了解到 从2008年9月到11月 短短三个月 这家医院就接诊了五例 因万能冲爆炸 而被炸伤的患者 五例患者中 其中有一个 两位是20多岁的年轻人 有一个是60多岁的女性 她们都是在使用 充电器瞬间发生爆炸 当时患者来的状态 是特别恐慌 根据医院提供的联系方式 记者在辽园市西安区东山街 找到了一位被炸伤的女患者 她叫董芳兰 今年65岁 董芳兰说 她的手机以前都是小女儿 帮她来充电 在出事前 因为女儿出嫁了 她就试着自己来充电 当时没有放电池 只是想来试试这个万能冲 这都没放电池 没放电池 啥没放 这个就剩这样 这个你觉得一点睡眨没有了 一点睡眨没有 嗯 都崩溪睡一睡 崩溫睡一睡的 崩溫睡一睡的 崩溫就是两的 爆炸后 除了右手被炸伤之外 万能冲的碎片 也炸入了董芳兰的面部 胸部和手臂 为了看病 她前前后后花去了七千多元 不过就截纸了吗 截了两个小子 这个贴根给截的 它给缝着点 嗯 这个就疼啊 就这样 啥也啥 啥也不能干这事 干了活了就肿了 吓了就疼啊 接下来 记者又见到了一位 被炸伤的屈先生 他今年才二十二岁 从前期 第二天早上一场 可能一瞬间就小 从前期崩溪一睡 这五位患者 医疗费最少的花了五千多 最多的已经花了快两万了 万能冲爆炸 给他们的心理 也带来了很大的阴影 伤情确实出现了 伤害非常严重 有两位年轻人呢 造成了手指缺指 造成中生残疾 这种伤害呢 对于患者来说呢 是无穷无尽的 所以这伤害非常大 那么万能冲为什么会爆炸呢 记者专门请教了手机维修的业内人士 他从万能冲的使用原理上向我们做了分析 万能冲的功能原理是通过一个小变压器 把220伏的交流电压变成12伏的交流电压 完了通过几个阵流 再通过几个二级管 还有一个电容释放出直流电压 给电池进行充电 这位专业人士说 万能冲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变压器 通过几个二级管 把220伏的交流电压 转换成12伏的直流电压 在这个转换过程中 一旦发生短路或电压不稳 就很有可能发生爆炸 万能冲指南问题 也能造成说 这顺便电压过高了 把电池捕了或者是爆了 那种在意就是什么 电压跟电压也有关系 民用电的忽高忽低 万能冲指南不好它也爆 万能冲爆炸商人的事 也引起了当地消费者协会的重视 他们准备替着五位被炸伤的消费者 进行维权 可是当消协主动找到这几个人时 才发现维权的路比较艰难 这些受害的消费者 没有任何的购物的凭证 也提供不出具体的经销 经测 所以说在这块上 我们帮助他们维权 削弱了一定的困境 就记者采访到的这三位受伤者来说 他们都没有能够提供 购买万能冲的原始平均 杨瑞清回忆说 他所用的这个万能冲 并不是他买来的 另外的两个人 董方兰和小区的万能冲 都是他们从市场上买来的 因为这种万能冲的售价比较便宜 每一个也才十块钱左右 因此他们在购买的时候 根本就没要收取 这些人市场买的 十块钱一个 有没有要什么发票什么 没有 那没有发票 那出了事之后 没去市场找 那你上哪找 找不着了 什么也没有 就找他们 他们也不能存 就这样 五名使用万能冲的人 没有一个人能够拿出购物凭据 除此之外 当地消息还遇到了 另外的一个维权瓶颈 原来在事发后 这几个受害者 都没有保留爆炸后的万能冲碎片 也就失去了一个最为有利的证据 这样也就给消邪维权带来了困难 虽说如此 辽原市消费者协会 还是积极主动的 寻找了相关的证据 组织这个相关的银员 进行了对市场 进行了爱访 有针对性的爱访 那么我们发现的问题 就是确实有一部分的万能冲 它那个合格证 不太那么正规 通过走访 辽原市消费者协会发现 市场上的万能冲 每个售价也就十块钱左右 这些万能冲 有的质量低劣 做工粗糙 有的根本就没有产品合格证 和三包品证 而且商家贩卖这种万能冲的时候 根本就不给开发票 当地市场上确实存在着不合格的万能冲 而且这五名消费者又确实是使用了万能冲被诈伤的 因此当地消协综合两方面的证据准备替消费者维权 消费者当出现自己的权益被遣害的这个情况的时候 要及时向我们投诉 同时呢要注意保存这些证据 与此同时 辽原市消费者协会还把这一情况反馈给了当地工商部门 2008年12月 辽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当地手机万能冲市场展开了全方位的清理整顿 目前看我们查到了一些涉嫌的劣质的万能冲 在检查中执法人员发现 有的万能冲没有任何生产标志 而有一些产品虽然带有合格证 但合格证上既无钙印 也无明确的技术标准标志 这些显然都是不合格的三无产品 在辽原市东风县的一些手机市场上 执法人员共收缴了一百多个有问题的手机万能冲 我们要加强日常监管 要严厉打击非正常渠道进的货 对辖区内的万能冲进行了抽检 正在往这个一道送到省里去了 下部结果等待结果 执法人员说 辽原市工商局将对收缴的三无万能冲进行销毁 而与此同时 辽原市消费者协会也向当地市民发出了最新的消费警示 我建议消费者不要用这种链纸的充电器 因为它确实质量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证 那么它很可能造成 你像这次首先的爆炸事件 就万能冲的质量问题 记者也咨询了专业人士 他们提供了两个鉴别万能冲好坏的方法 第一 劣质的万能冲没有任何产品合格证和三包凭证 而正规的万能冲则手续齐全 第二 劣质的万能冲传导铁片外露 随时可能造成短路 而正规的万能冲传导铁片 是被罩起来的安全性能极高 同时辽园市工商局也向消费者提出了一个重肯的建议 建议消费者一定要把这个在购买的时候把这个证据 你比如说发票 那些一些小票必须要留好 一旦发生情况要及时向消协或者我们12315进行投诉 面对着受伤害之后的维权难 当地消费者协会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那就是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能够尽快出台 手机万能冲的强制性认证标准 让手机万能冲在质量上有一个飞跃 从前来看呢 这方面的这个强制认证也好 是这个生产虚亏也好 比较比较不顾一方 市场调查情况来看呢 有一个反应 说在南方一些这个个人呢 都是生产这种东西 因为这个价格很便宜 两块钱三块钱就可以了 采访结束前 记者又一次来到了辽园市矿业集团总医院 目前杨瑞清老人和那个受伤的小女孩 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 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康复 您看这几个受到伤害的消费者 手里没有发票 没有相关的这个物证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的这个维权是不是会很困难 是很困难的 因为这个学法律人都知道一句话 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 你要想让别人赔偿你的损失 你必须要证明他造成了你的损害 必须证明他造成了损害 和他的违法行为之间有因果联系 他在造成这个损害的时候 他有主观上的过错 你任何证据都没有 你怎么能证明你现在受到这个伤害 是人家的过错行为造成 所以打官司就要非常之难 当然在这个案件中间 现在共产部门他们采取了行政管理措施 一定查获了相当一部分的 就确实市场上存在这种劣质的万能充 所以这些人可以作为他们起诉的被告 但是这些人如果说被起诉了以后 人家也会说 说我卖的这个万能充 也许是三无产品 也许是劣质 但不是你手里炸的那一个 这个可以这样来说 就是我们正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请权行为法 我们的民事诉讼法也在不断的修改的过程中间 那么我们讲的这个谁主张谁举证呢 这叫做一般请权行为的民事责任 为了更好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利益 我们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举证责任的导致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让你商家来举证 说造成爆炸的那一个万能充不是你外的 如果你证明不了的话 你就要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说消费者要维权成功的话 在类似这样的案件当中 他至少应当具备一些什么样的证明 首先你要证明你有损害 这个已经证明了 第二个你要证明你是在购买了这样一个造成人身财产伤害的商品 那么当然你还要证明你这个商品本身 它是个産物产品 最后你要证明这个産物产品 或者是为了减妄产品和你的伤害之间有法律上的因果联系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几名消费者 由于缺少相关的证据 所以他们的这个维权之路在未来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 但是现在好在当地的有关部门 已经开始对于市场上这些劣质的万能充进行清查 但是我们发现清查完了之后 顶多也就是把它没收了 销毁了 你挡住它接着还能生产还能卖 所以有没有更严厉的手段 可以 那么就可以让这个所有的被插获了 销售劣质万能充的这些商家 当然如果找了厂家更好 那么可让他们对这个消费者 由于他们销售劣质的万能充而造成的人身或者财产损失 承担赔偿的责任 一方面作为消费者在选购这样的产品的时候 一定要多加小心 最好到一些正规的商家通过正规渠道去购买 那么另外一方面作为市场监管者 也应当对于生产者和销售者加大监管的力度 在这里再次提醒正在使用万能充的消费者们 仔细地分辨一下您手里的万能充 是不是合格的正规产品 如果存在疑虑的话 先不要使用了 你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发生 好了感谢您关注本期金日说法 也感谢您教授博士参与局节目 谢谢 明天同一时间金日说法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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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